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体现了你自己的存在 去保护他 拯救他于水火 拯救别人的工作不是那么好做的 因为你还有凡夫俗子一样的生活 所以有的时候不要把自己想得那么高 你也许就是在他最人生低谷的时候 碰上了一个好朋友而已 开头这位被土蕾挖苦的人叫小松 因为想和女友贺女士分手走上了这个舞台 那么他究竟对自己的女友做了什么事 才能让土蕾如此的挖苦他呢 这还要从他和贺女士的相识开始 最开始他只是失恋去唐山省心 相识之后变成朋友就一直保持联系 直到和女士毕业关系才发生改变 就是那段时间呢 我是处于一个失恋的状态 毕业之后有一个工作机会到唐山 反正之后去唐山了 之后他追的我 就是你去了唐山之后 他知道您去了唐山就追求你 是吧 对 两人的开始也是比较正常的 男子为了追女孩也是费尽心机 两人在一起之后 也是度过了一段开心的时光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松却发现贺女士变了 首先就是经常做些让人难以理解的事 而之后竟还偷偷地跑去找自己的前男友 而贺女士也解释 其实和前男友没什么 只是当初莫名其妙被分手 现在想要个理由 是因为其实我上一次感情经历也挺失败的 就是我也跟他说起过 之后后来我听朋友说他回来了 回来之后我就是想 我就是不仔细 我就是想去问问他到底是为啥 就是我是哪差呀还是咋的 而且女生去找前男友时的操作 也很让人费解 在某一天小松就突然联系不上贺女士了 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 小松还以为他出了什么事 去问贺女士的朋友也都不知道他的行踪 等到过几天贺女士回来之后 在小松的追问下才说出自己的行踪 而贺女士竟还问心无愧 回来我都告诉你了呀 我并没有想瞒你 我要是想瞒你的话 我就不会跟你说呀 你不是应该去之前告诉他吗 女生觉得告诉他了就问心无愧 但是这件事不管是不是主动说的 都有点亡羊补牢的意思 而小松一说起这件事也是一肚子气 你说与不说 就是你跟我在交往 你有没有必要去见你前男友啊 你跟你前男友你到底还想几个意思啊 我们并没有联系啊 说明没有我 你都没把我当回事你才这么干的呀 而像这样的迷之操作贺女士还有很多 她竟还在有男朋友的情况下参加相亲大会 小松说起这件事都觉得丢人 直言这件事对她的打击还是很大的 毕竟自己的女友去参加相亲大会 放谁身上被别人知道了都觉得没面子 而女生的解释更是奇葩 参加相亲大会 对我并不是说是为了去找对象 或者说是怎么样 那你干嘛去了 那是相亲大会 我就是 还是因为就是前男友那个事受刺激了 完了之后我就是想 看看有没有人喜欢我 有没有人认可我 这个理由也是让人难以接受 明明身边有一个喜欢自己的男朋友 竟还要去相亲大会 去寻找认可自己的人 这很明显就是一句谎话 听到这主持人都看不下去了 直接把贺女士对到哑口无言 有人喜欢你吗 不是有人认可你吗 那你参加相亲大会是啥意思呢 就是看看是不是有人会觉得 我其实也有优点的 我的妈呀 她的小便把主持人都气得无语 而说到这男生便再次开始了吐槽 直言和女士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参加相亲大会还是明面上的 她竟还私底下偷偷地去见过网友 这些事彻底把小宋的心伤透了 贺女士不得不说真是是多 现在说见网友只是为了改变 而一说起她的改变计划 小宋脸上满是不理解 直言像这样的改变计划还有很多 比如喝断片一次这样 而女生的解释再次惊掉了众人的下巴 就比如说是喝醉一次 或者喝断片一次 因为以前我是一种挺平凡 循规蹈矩的一个人 就特别乖的那种人 我就是这些我都想都不敢想 所以就想尝试一下那一点刺激的感觉 而和女士说完之后也是直接表明 其实她也觉得之前做这些事很傻 现在已经想明白不想去追求刺激了 而且她也为此和小宋道过歉了 想要得到小宋的原谅 但是小宋的回答却是非常的直接 原谅 你说这事能让我咋原谅她也 我肯定原谅不了 你说这事给我心里头伤得腿透了 其实这种事放在任何男人的身上 多多少少都是有点难以接受的 本来自己就想和喜欢的女生安稳过日子 怎料她却一心想要过刺激的生活 而且就差给男生头上戴绿帽子了 至此小宋也是说出了此次前来的真实目的 现在我主要是都是说 诉说一下我心里这种委屈 因为我之前也没谈过恋爱 然后我就对她一心一意的 她把我伤得实在太透了 我为她做的事已经忒多忒多了 虽然贺女士做的是伤害的小宋 但是小宋在之前心里还是很喜欢她的 所以即使两人经常发生矛盾 但是小宋却依然为贺女士做了很多的事 贺女士本身就是比较单纯 所以就想劝她放弃那个销售的工作 但贺女士对此却是丝毫不听 反而我是想让你过得踏实一点 但是她呢反而不听 她就说做销售有挑战性 做销售我特别喜欢 我觉得销售没有什么错呀 我不想一直都花你的钱 而且贺女士不仅不听从她的建议 安安稳稳地做一个餐馆老板娘 反而因为销售的便利 让小宋陪着她 把餐馆的生意一股脑全扔给了合伙人 每次餐馆有事的时候小宋都不在 为此还惹得小宋的合伙人不满意 本来的好朋友也差点为此都闹掰了 后来小宋只好去和朋友解释 然后餐馆有事自己也多去做 慢慢地才缓和了两人的关系 但是这件事之后小宋对贺女士也是彻底伤心了 加上之前贺女士做的很多措施 小宋也是表明自己来的目的 其实就是想分手 我今天来就是感觉她做的一码一码的事 我不想跟她一块再出下去了 但是她不想分 贺女士见词也是彻底慌了 毕竟之前不管自己做什么出格的事 小宋都是很快地就原谅她 但是现在却说出了分手的话 和女士见词直接在台上承认自己的错误 我也并不想这样 就是自己拧不过那个弯 我也觉得自己很过分 我也不应该这个样子 但是这样并没有打动小宋 毕竟这只是说自己之前错了 而且还拿之前的感情当借口 说自己是被伤得太深才变坏 为此还痛哭了起来 但此时小宋却依然没有反应 和女士这才大方地承认自己的错误 并且保证以后会改 我不用你去那个 因为上一段我感情的失败 去为我承担 但是我就是 我不想错过你 我知道我错了 我以后也不会再那个样子了 那些计划全部都作废 虽然说贺女士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而且说之前做过的那些荒唐计划 以后全部都可以作废 两个人好好的在一起过安稳的日子 但是这却没有丝毫挽回小宋的心 小宋也是表示她之前做的那些荒唐的事 自己是无论如何都不想再经历一次了 作为一个女孩子 我就不敢想 她已经做过的一些事情 就是让我其实挺不理解的 但是她没做过的事情 让我更以后我都想都不敢想 我就感觉以后如果说再经历那些 我就感觉我都会疯了 其实小宋所说的只是不想再受苦 不想再让贺女士继续折磨她 但是却没有明确的说是不再喜欢宋女士 所以贺女士对此还抱有一点希望 但是随着主持人的声问 小宋也是说出了心底的想法 而这个想法也是彻底将贺女士打入了地狱 主持人听完小伙的话 也是明白了她心中到底是怎样一个想法 并对于他们两位现在的情况 说出了自己对此的看法 其实看到这里大家应该都发现了 两个人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小宋追求安稳的日子 想要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 但是贺女士感情失败之后 却是追求刺激 做的也都是自己不适合 但是有挑战性的工作 所以两个人本就不适合在一起 而且小宋出现的时候 正是贺女士情绪低落的时候 这都不敢保证是爱情 还是说只是一个情感寄托 为此评委老师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评委老师的点评也是非常的直接 当时女生正视情绪低落的时候 有一个人来关心自己呵护自己 便会让她得到比平常更多的温暖 所以自然而然地将自己托付给了她 但是她从来没有想过 这到底是不是爱情 或者说自己到底喜欢不喜欢这个人 并且两人在一起之后 女生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 将之前受过的情伤 转移到了男友身上 这才导致这段感情走到了末路 而评委老师比较担心的是 男生最终是否会再次走上 女生现在走的道路 你可千万不要像他那样 就是我真心实意地付出 最后可能被遭到了这样的伤害 然后我要把这种伤害转嫁在别人身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 对吧 对 我说这些话也是说给女生听的 评委老师有一句说得很好 那就是己所不欲不施于人 虽然这将自己不喜欢的事 强加到别人的身上 有可能会获得短暂的存在感 或者快感 但是最终伤害的只能是自己 一段感情想要能够持续地走下去 本就是在互相迁就中慢慢前行的 一个人的付出注定是无法走到终点 土磊听到此时也是怒斥女生太自私 其实你今天说那两个字的时候 说明你挺自私的 这样子就是错过 你凭什么不错过呢 凭什么你不想错过就可以不错过呢 当你说这两个字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不爱了 当我们忽视身边人的一种付出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说 我们不希望在生活当中错过一个 真正爱我的人 但是像你这样伤得别人变起灵伤之后 你说我不想错过他 这个错过就挺不真诚 其实由此可以看得出来 女士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多喜欢男生 更多的是贪恋她对自己的纵容 并且享受着男生对自己无条件的宠溺 但是当男生真正想要分手的时候 她对于这个对自己无私奉献的人又舍不得 虽然嘴意上说着现在是喜欢男生 并且承认自己做错了并保证会改 但这其中又有几句真几句假的 如果男生真心工作忽略了她 或者以后不再无条件地惯着她 那么女生口中的这份爱又还是否会存在呢 并且在图蕾老师看来 小宋对贺女士也并不一定是真的喜欢 男生你又不是不知道她是个受过伤的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在胡闹 你知道的呀 所以我觉得 的确你们俩之间都不太相爱 如果相爱就要抓住那哪怕是一丝丝的希望 其实在图里看来男生也并没有那么爱 明知道她一直在胡闹却还一直在纵容她 并没有对她进行引导从而使她变得更好 从而导致两人走到现在这一步 而且如果小宋真的喜欢贺女士 现在还是有着意思拯救她的希望的 毕竟现在贺女士嘴上已经承认她做错了 但是小宋却没有选择抓住这个机会 所以图蕾老师看来 小宋也只是在贺女士人生低谷的时候 碰到的一个好朋友而已 拯救别人的工作不是那么好做的 因为你还有凡夫俗子一样的生活 需要正常的度过 所以有的时候不要把自己想得那么高 你也许就是在她最人生低谷的时候 碰上的一个好朋友而已 你没有那么喜欢 如果要走今天就坚决地走 如果要付出 无论是在台上台下 生活当中都可以默默付出 但是每个人都要看向明天 从图蕾老师的这些评价中 小宋也是明白了自己这不算爱 只是拯救她走出低谷的一位好朋友 所以虽然女生最后还想和她在一起 并直言自己会变成她喜欢的样子 但是小宋却还是害怕再次重蹈覆辙 一无反顾地选择了和她分手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努力和你在一起 像赵超老师说的那些疤我可以接受 但是你那些疤我的那些疤我接受不了 因为我感觉你做的那些一码一码的事 让我心凉了伤得腿透了 虽然最终男生选择了分道扬镳 但是不得不说这样才可能对两个人好 没有爱情的婚姻就像是一盘散伤 否则等真走到婚姻殿堂后再发生矛盾 比他们两个人带来的伤害会更深 所以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 当然也祝福他们 在未来的生活中能够遇到更好的人